首長 還有低調鎖 等一下 首長 歡迎回答 剛剛我們很樂於聽到一個專業的報告 就地質的部分上 那我們很樂於看到 台灣在經過這幾年來 好不容易在去年大家合作 通過地質法 本期提出的地質法也通過了 那我希望你一個專業的意見 就目前 合一合二所在的 三角斷層 這個長度超過50公里 那麼 以目前合一合二這個三角斷層 是不是一個事實 是一個事實 那合三所在的恆春斷層 就這個恆春斷層 是不是一個事實 合一合二的斷層 三角斷層 離合一廠7公里 離合二廠5公里 合三廠的恆春斷層 離合三廠才1.5公里 這個包括整個防震係數 大概 我們都再三 在經濟委員會包括在台電 這四年來的幾乎每一次都在執行這個東西 好 那你看到合四 尤其 最近有一個日本的 岩板 岩板幫熊 特別又在合四 進去之後發現了 他一個最年輕的斷層 叫房角斷層 距離 對於未來核四的如今 不到兩公里 這個機型呢 又跟東京的金箔 金箔起 一羽這個核電廠呢 也因為外洩停了八百天 對不對 好這個機型都是一樣的 後來 大家也改裝了 加裝了 雷射 雷射測距離 好對於這樣的一個斷層 活躍的一個地方 你有什麼看法 或是另外提出 對於你專業未來 合一合三到合四 在建構當中裡面 目前怎麼強化 你這個一個一個 因為我今天特別 跟大會要求 一定要地資所來 你們可不可以就簡短好不好 我的時間有限 核四附近的 的房角斷層 事實上是在 核四廠的南邊 房角斷層 不是活動斷層 房角斷層 跟其他的 台灣的其他 雪山山脈 中央山脈的一些 比較老的斷層是同樣的 他不是活動斷層 好 所長 不是活動斷層 他有可能會疑似 變成活字斷層 對不對 不會 好 車龍浦 九二義大地間的車龍浦斷層 他是不是活斷層 是活斷層 好 那其他沒有活斷層的地方 他也有可能變成斷層嗎 呃 完全沒有斷層的地方 不是不是 斷層 但是他不是活斷層 呃 將來會不會發生板塊的推擠 板塊推擠的時候 那些斷層一些也不會活化 不會活化 不會活化 那以目前我們大概都很清楚 合一到合四的整個抗震係數 這個都是在0.4 這個左右 0.3 0.3 好 那我剛剛要特別問一下 剛剛台電的董事長說謊 他說 日本的福島沒有生化水 那我要問一下首長 你是專業的地質專家 核市場的這個生化水的所在位置 它的抗震防震係數才0.26 這個大概5級的地震 它的生化水 就已經 整個會崩潰了 生化 生化池 這個生化池內 生水池內 就馬上因為地震 震類啦 你河來的水 去冷卻 而且 這個在順向波裡面 跟國道三少龍 是完全一模一樣的斜波 那你怎麼去冷卻 好 台電董事長你可不可以講一下 首長你請坐 報告委員 我並沒有說謊 我剛剛在講說台電在近期要做的就是 包括我們的生水池如何去強化 有 近期的八大動作 有一項是這個 有一個 有一項是這樣 那所以說 你說核市這個生水池 這個還沒見 那目前防震係數只有這樣而已 你們要不要重新修改 我們要去強化它 對 要不要重新修改 你們目前設計的才0.26G而已 我們了解 所以要去強化它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在這邊提出 對你檢驗就是這樣 在這裡 第二個 我還要問一下 那個所長 你請再上來一下 那個我看到核市的管理 這是大問題 變更設計也好 所有問題也好 你整個在核市的這個部分上 我看到那個林中堯教授寫了一個報導 核市的工程進度表 試運轉的程序書內 測試竟然是由菜鳥操刀 由菜鳥操刀 他也提出來說程序 核市的程序書 不僅 未經原設計 顧問公司 就是奇異公司的審核 都是採會議審查 而且沒有實質審查 這樣一種跳躍式的一個決策 系統充足 你怎麼確保這樣的一個品質 跟委員報告 我是瞭解這個問題 可是要專政 你不要幹我很多時間 我後面還有問題 第一個 那個 呃 原人會說 這個事情一報告出來 林中堯先生 林中堯先生 他起先是誤解 後來我們跟他解釋 他已經明白了 這是最簡單的一個回答 那不是菜鳥操刀 不是菜鳥操刀 我現在要講 是不是一個菜鳥 一個伸手去操刀 寫這樣一個程序 不是菜鳥 不是菜鳥 我們要寫程序書 有很多的程序 有要一個依據 是不是啦 黨室公司 你跟我說是不是啦 不是 出來的版本 不是菜鳥操刀 喔是菜鳥操刀 然後再經過手手 再經過 論事文事修飾 所以 所以我 所以喔 黨室長這就是這樣 第二 核市場 核一到核三從來沒有過的事情喔 一個書面的報告 跟陳青林老 來來來 董事長 我再問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我清楚 我再問一個問題 有沒有主控式一號機 會被讓 變成老鼠去磨牙的地方啊 核一到核三我從來沒有發現過喔 核市場的一號機 在適應轉角度 主控式的電纜 是被老鼠咬斷的 我們的電纜是讓老鼠來磨牙的地方啊 你們這樣的管理調聯名怎麼相信啊 任何一個新建中的電廠 因為它結構體還有它的對外的連通管 還沒有密閉之前 這個事情是可能發生的 可能發生 所以 那核一有沒有發生 我相信 我現在因為 你相信 因為喔 我跟您報告 這是冰山一角啊 這絕對 最基本的在主控式裡面是多麼嚴謹的 你們是防護的 而且是密閉的 都要可以讓他們進去 所以我們為什麼在 省線的時候要一個一個去檢查 所以你叫人民要怎麼相信你啦 不是委員 讓我說明白喔 你講的東西是很安全有關的 所以我要把它說明白 就說一個是在 你可以帶自己下去說明 我只問有沒有這種事而已 你不要在我待會兒 有沒有這種事 我們的施工到最後要用 那個整個檢驗 檢驗有一個電信信號的 進來的信號跟出來的信號 經過這樣檢驗 確定電線的線啊沒有問題 那才會進一步的來做人機界面 所以這會經過詳細的檢驗 施工之間 所以齁 市長 你現在告訴我 有沒有這個問題 有沒有 這樣就好 你不要佔我時間啦 問題都解決了 都解決了 你看 這種最基本的管理 難怪你核四問題那麼大 來 所長 解決問題 現在核四問題又來了 你不要 你請所長說來 所長 台大的教授齁 他說 你剛剛也報告到 在花蓮東邊有一個 琉球海溝 南邊有一個馬來亞 馬來西...馬來海溝 馬來亞 好 這個琉球海溝有可能引發八級的 瑞士規模八級的地震 是不是唯一聳聽 是不是 有沒有 會不會 有可能 有可能 那 這個海洋大學的李肇欣教授 更指出齁 共僚核四場的條件欠佳 半徑八十公里的海域以內 有七十座的火海山 海底的火山啊 其中十一座內 是處於火火山的一個狀態 跟日本金剛鎮就差不多了 這是不是事實 不是火火山 他是這樣想 不是 因為整個海底地形看起來 七十座海底火山是不是 有煙囪 海底的煙囪 在冒煙的 那個小的 那個小丘 有 七十座 有 七十座 那好 那你怎麼樣 我剛剛提到的 怎麼去提出 對於這樣的一個防範措施呢 讓 我們的 這個 這個 將來在建構的過程裡面 怎麼去提出你專業的那個 海底會不會理你 基本上這些 我們 我們不認定他是 叫做火山啦 他是在 地底下 有熱 有岩漿在活動 但是他冒出來 是像煙囪一樣的 幾公尺 幾公尺 在冒出來 這種 八十幾座都是這樣 日本 再怎麼樣也不相信 他的 海嘯會是那麼大 日本再怎麼不相信 他的那個火火山 他的整個 海底會再 變成一個 九級的大地震 而且那麼大的海嘯 我想 緩緩你未來是必要的 好 原能會的副主委 來 剛剛原能會 為什麼大家不相信 原能會 天兵天將 什麼 活菩薩 坐在 連花上 連航空母艦都撤走啦 日本的航空母艦都撤走啦 又怕輻射感染 你這個活菩薩變成 尼菩薩啦 所以呢 為什麼大家不相信 原能會 長期以來變成 核電廠的一個 核能發電廠的一個 橡皮圖章啦 所以為什麼 大家 我看看 你剛剛講 你們有一個 緊急應變計畫區 好這個計畫 我去調過來了 這個計畫 在二零 在二零零七年 才開始有的 核安的一個疏散計畫 緊急計畫 你說 五年檢討一次 沒有錯法規這樣寫 那你今年一百年要檢討 你送出去了沒有 檢討送出去了沒有 目前我們在檢討之中 這個檢討這個報告當然是先由台電送過來 然後我們根據台電送過來的資料 我們來做一個審核 然後我們現在正在審核 正在審核 還沒送出去 今天已經三月份了喔 你的法規裡面寫得很清楚 六到九個月前都要送出去喔 副主委 所以 六到九個月應該是 應該是 這是你們的法規下 我怎麼聽不聽啊 應該是台電送過來的吧 所以齁 你實在齁 副主委 難怪人家不相信 你們的法條上面寫得很清楚啦 我還告訴你 很多人要求把你們 原來五公里 擴充到十六公里 你們評估報告怎麼樣 看了真的會吐血 你評估報告說 核一場 如果擴大十六公里 人口增加五十六倍 核二場 增加三十九倍 就獨獨沒有核三場 本席的家鄉就在核三場 而且更可惡的寫了一個 只會增加龐大的支出 你的疏散計畫 是這樣寫這麼沒有人性 會增加龐大的支出 那人命不要錢嗎 人命不要錢嗎 而且 你到最後一個疏散計畫 恆春 核三場的疏散要一個小時又三十六分鐘 那副主委 你告訴我 怎麼疏散 在恆春 疏散計畫你們怎麼做 都往北 都往北跑嘛 對不對 好 那住在南邊的人怎麼辦 去跳巴士海峽嗎 在南灣以南 在南灣以南 這個地方的 核三場以南的 墾丁南灣 歐蘭比的 去跳巴士海峽還是逃到菲律賓 我們的規劃就是說 所以你們 這根本亂扯一通的 你路上整個地震都壞了 單一一條線而已 恆春半島只有單一條通路 你叫他去跳巴士海峽還是 還是搭漁船趕快逃到菲律賓 這是你們的報告啊 你們的疏散計畫啊 而且你們疏散計畫最後 二十四月還寫 以居家掩蔽為主 疏散與服用點片為輔 那居家為主的話 居家掩蔽為主 那也不要五公里了 大家都躲在家裡面就好了啊 副主委 你們的點片發放怎麼發放 你告訴我 點片是我們在緊急應變區裡面 平時就已經發放給居民 或是放在地方政府 或是平時發放給居民 要不要馬上測試一下 現在馬上打電話 用打電話給恆春任何一個居民 看他家裡面有沒有點片 8892開頭的是恆春居民 大光鎖在地886開頭的 要不要馬上打 我跟你講 恆春人拿到點片 還以為是維他命 配合魚乾有在吃咧 笑話真的是笑話 你怎麼去教育的恆春人怎麼去抖 河山場裡面怎麼逃 你告訴我 叫他去跳海嗎 那點片幹什麼的 還配魚乾有在吃 你說家家戶有 我可以副主委 馬上打電話 看看恆春哪一個人家有點片的 你告訴我 我在恆春我就家沒有點片啊 對我們的昼夜是應該 發給地方政府或是居民 所以嘛 就我們的了解 也有 這個要落實吧 就有的了解 也有里長是放在里長家裡 然後他跟他的里民獎 發證事情他會把它發給居民 里長每四年改選 里長有些都搞不清楚 里長 里長他都沒有廣播 你還沒有廣播系統 你說叫人家廣播 去年的河山演習 沒有廣播 你叫怎麼知道 只有去參加演習的人知道 恆春人不知道 所以說你說怎麼疏散 而且我還問你啊 你疏散之後 發生事故 要送到第一個 你有分三級醫院嘛 對不對 好 那你第一級醫院在恆春醫院 連外科醫生都沒有 連麻醉師都沒有 送到醫院幹什麼啊 等死 這就是你們疏散計畫 你的三級醫院裡面 你的三級醫院裡面寫得很清楚啊 醫院裡面 你送到第一級到恆春醫院 屬立恆春醫院 連外科動刀的醫師都沒有 麻醉師也沒有 你叫他送到你幹什麼 這就是了表一格的報告啊 副主委 我們希望是這樣 部長來你來一下 因為時間關係主席站起來了齁 部長 剛剛談到你也聽到了 台電的管理 地址的報告 原能會的監督 這些都在你的轄下裡面 你在統籌 對於日本這一次的讓 讓我們借以引以為見 不能掉以輕心 我們不希望有些官員講的都是 一些讓人害怕的話 自信滿滿 沒有料敵從番 那你說疏散計劃是怎麼疏散計劃 我明天還要告訴你 我這個疏散計劃 我明天還有 還要告訴你怎麼樣疏散計劃 你怎麼去處理 總和 針對你所管轄的 不同的單位 在裡面面對的這個 天然災害你怎麼處理 你可不可以很簡短告訴我一下 我要跟委員報告一下 整個核災 在整個的分工上 依法呢 剛才委員了解 也是由情建原資能委員在負責的 那經濟部 特別是台電 我們的主要是 場內這一塊 但是呢 我們配合 那個 言論會呢 來做統籌的處理 那假設 剛才委員提到很多的地方 我們需要改正的話 那麼 我們樂意呢 來跟言論會呢 做個搭配 看如何改正 這兩面來改正 謝謝 兩位請請就座 那個部長 我跟一句話就好了 你有沒有 你是經濟部部長 你有沒有考量到 目前日本這個核災 對於我國產業 從 有必須從日本進口的原物料 或是必備的零組件 或是我們台灣出口到日本的 這裡面的經濟產業衝擊多大 你有沒有評估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的確有針對各個產業 在做調查跟做廠商聯繫工作 這是一個在做 我們成立了一個 有關日本震災的產業的應變小組 有在操作之中 有 什麼時候可以給我們 你們的運作小組 調查報告 或是應應機制 什麼時候可以出來 我們是打個比方 我只舉個例子而已 譬如說 半導體產業 日本發生什麼事情 台灣產業界該怎麼應應 我們這資料都有 不 部長 產業類別不一樣 你應該提報行政院 我昨天你跟經濟會主委要求了 有些是農糧的 有些是農業的 有些是工業產品 有些是商業產品 經濟部主要負責工業部門 我清楚啦 所以你們在行政院會 你就要主動跟院長報告這個 我們今天在行政院會就做個報告 報告這個 你是針對你經濟部 我們要求去掛部位 你這個評估報告什麼說出來 我們這個報告 今天行政院會就報告過了 什麼時候可以交給我們委員會 我們把行政院的報告給你參考一份 行政院報告沒有 我說你們評估報告怎麼說出來 這個裡面就是 現況是怎麼樣 政府該做什麼事情 什麼時候出來啦 這個今天已經在行政院會做過報告 我把這報告給你一份參考一下 下個禮拜可不可以給我們 或是明天給我們 我想明天就可以給你 好 謝謝 謝謝